女方的身体条件,对视管婴儿成功率有影响吗?跟大姨妈有关系吗?是不是取卵越多,成功率也越高,并不是取得卵越多,成功率就越高,一般取8-12个卵是最合适的。 想要获得更多的卵,就要调高醋害卵15的剂量,此激素水平也会升高的更明显,这会影响子宫内膜的容秀性,内膜对胚胎的接受能力。 不利于胚胎卓床,降低成功率,反之,如果能取得卵太少,可能是患者卵巢功能不太好,也不利于胚胎卓床和发育,成功率也会下降,所以取合适数量的卵子会有更高的成功率。 因生菌卵的技术,会影响最后的成功率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